大家好 歡迎收看聚集居 我是阿爹 我是Hibi 今天我們就說一說關降頭的事 大部份的人都會覺得降頭這件事離我們很遠 即是不關我事 很神秘的武術 或者在東南亞地方就喜歡落降頭這件事 你原來不是的 其實東南亞那些可能是生死降會比較多 即是很嚴重的降頭 很嚴重的降頭 因為接觸到真的人死了 真的有些蟲在肚子裡跑出來 真的很多天就離開了 這些比較嚴重或者短時間可以證實的 一般人才會覺得是降頭 但是在我的角度 什麼才叫降頭呢 其實這個範圍都挺廣的 譬如每個人的運氣由十級 可能有祖先業力 或者你自己自生業力 再加上別人特意去放一些東西 或者是拿走你一些東西 那你把你的運氣由十級變成三級 本身穩一個月穩十萬 然後變了穩三萬 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我的角度 你被人影響到 或者是拿走你的運 或者是放了一些東西去你那裡 之後 就拿不足你本身應該擁有的東西 即是今世被人影響 這就稱為降頭 降頭呢 有很多種的 有晴降 有財運降 或者是有被人摸運 還有剛剛所說的 身四降 身體在東南亞方面比較多 因為都比較嚴重 財運是最不容易發覺的 因為我 好 你找我降 那我當然是 將我看到的所有東西 可能有些東西影響你 或者是甚麼情況 我都會一一告訴你 至於是否一定要處理 譬如感情降 有一個感情降 就是某一個人的身體裏面 有些人是需要解 有些人是不需要解 為何要需要解 就是他沒有伴侶 但是他想有 他現在影響到沒有 他就不需要解 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是的 我不需要伴侶 不需要伴侶 不需要伴侶 或者他已經有感情降 但是他是已婚的 我覺得他現在的生活 相開無事 我告訴他 他知道有這件事 知道就可以了 不需要解 因為他已經有滿足的生活 所以就不需要解 有些需要解 不需要解 解不解 看看你自己的決定 有很多人問我 怎樣才能下降頭 一般來說 在坊間來說 要時辰八字 要照片 要頭髮指甲 要頭髮指甲 或者他用過的物品 例如衣服 各方面 這些是很基本的人 去下降頭 就可以做到 其實降頭 如果是高深一點 可能有張相片 或者見過你 或者是有些能力 不需要見你 就是知道你是誰 要知道目標人物是誰 其實已經下降了 其實就是靈魂上連結到 那個人的能量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都是連結那個人的能量 即是我的頭髮 我的指甲 即是我的DNA 我的相片 即是我的樣子 都是連結我這個人的靈魂 那個數據的源頭 是的 一些能力高的人 去下降頭 你就要看你的祖先業力 譬如 我有五十代的祖先 有五十代的靠山 去照著我 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因為祖先的福音 去保護著我 我就會好很多 就不會那麼容易 有靠山 有人照著我 對 就不會那麼容易 會被人影響到 但是我沒有 我只有兩三代 人家拜五十代 我拜兩三代 我的保護性能力低了 其實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至於拜祖先 就是可以保護你 如果你多靠山的話 那你會有什麼情況 或者有好的機會來了 你就會更加容易掌握 把握到 但是如果我只有兩三代 祖先照著我 但是機會來到 可能我的同事 大家是競爭關係的 他有二三十代的祖先照著 那個機會就會落去 我就會不夠他爭 所以祖先是會照著我們 我們做一個孝子孫是需要的 說回降頭 降頭呢 有很多高能力的人 我們防衛不到 我們有祖先的庇佑 但是一般的降頭 他會拿你運 我看到你有財運 拿你運 放在自己的後代 或者放在自己的道 會有這些人 那我們怎樣保護自己呢 就是盡量不要給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和時間 即是給他們 即是八字 對 時辰八字 就會拿了你某一些的資訊 最重要的資訊 拿了你的運氣 這些是我們要保護自己 我們可以做到的就是保護自己 不要想著我的時辰八字 沒有所謂的貼街招 派風街的情況 一定是比較危險 一般來說 我們降頭方面 有些是需要處理 有些是不需要處理 有些什麼情況是需要處理的 可能已經影響身體 可能已經影響你生活所需 影響身體方面 我幫你處理解了降頭 是會把你體內 可能一些殘餘物都要排出來 那你就要內心去等它排出來 不是說今天解了 明天就搞定了 不是的 其實是要把你內在的殘餘物 要時間去排出來 真的要內心等待 你什麼時候才排完呢 每個人身體質素不一樣 那我們怎樣去做 我們可以配合我們的生活 排富能量 你可以出行 做運動 喝中藥去調理 排回你內在的負能量 就會慢慢好 我也認識過一些人 我知道他們是落人缸 然後我就問他們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他就很理直氣壯 這樣跟我說 現在我拿了他的運 我的運氣好 對 我下一輩或走的時候 我的運氣不好 我到時候都不知道 他就知道了 他的態度就是不負責任 我這一刻先享受了 是的 所以拿人運 或者拿人降頭的人 其實他是自我國差能力 或者他的品德都是很差的 如果你這個人值不值得信 或者這個人會不會落你降頭 你看他平時的言行舉止 你就可以判斷到這個人值不值得信任 你值不值得給你的時甚八字 所以我這些事情 我就會很忌諱 我不會拿人時甚八字 為什麼呢 我不想給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是保護一些相信我的人 或者保護我自己 有兩個角色 例如我是一個降頭師 然後有一個客戶 來找我落某一個人的降頭 那這個客戶 會受到的業力比較嚴重 還是我收錢幫人落降頭 會受到的業力比較嚴重 我是打手 你是打手 OK 收錢打人 這樣吧 這個呢 其實在我覺得 我都不會去分辨哪個業力 我會覺得是平均 因為 一個就是出手那個 已經有業力了 一個是決定要去做這件事的那個 其實這個也是出自於 負面 或者傷害人 或者是拿人東西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不好的 還有一件事 有很多可以避免就是避免 譬如是什麼 還有眼睛 跪下 或者裝香 這是一個承諾 有時候 你不知道別人是做什麼 他說是幫你去請什麼 或者做什麼 但是呢 這個是最脆弱 因為所有事情 你都是允許他去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最弱的時間 就是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也都見過 有很多的朋友 想著 有些是幫我做一個人緣的法事 可能他是增加人緣發洩 因為他是要做一些銷售的行業 他就需要人緣 他就去做這件事 做完之後 可能人緣是好了 但是拿走了其他東西 可能財富 存不到錢 或者他經常都病 其實是做一個交換 甚至呢 這個是一個改變 我會視這些為鋼琴 因為不是走你生死策上面 或者你人生應該經歷的事情 這個我就稱為鋼琴 因為改變了你的人生的本質 這些我們都要注意 你有沒有中過鋼琴呢 解鋼琴 首先是視乎他本身的情況 下降的人知道我解鋼琴 他就會 這集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記得 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拜拜